中華民國空軍廣播 位於台灣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軍機 注意 逆進入我ADIZ 影響我非常安全 立即回到脫離 台灣領軍 我是中國人警方軍 正在進行地球訓練 請不要開號我正常行動 中共在西南空域的襲擾跟侵入 我想也建立因為 呼籲中共當局要解釋 同盟維護我們台灣人民的安全 不要改變現狀 不要破壞現狀 部長龐佩奧說如果中國攻打台灣 美國只要能緩和區域的緊張 什麼都願意做 嚴格之一是願意來協助保衛台灣 我想防衛作戰 我們國家的安全 主要還是要靠自己 自己國家自己救 不小心 現在講的情勢緊繃 然後現在呢就是大家討論說 後備家庭到底夠不夠 那教章現在就變成被開到的對象 那之後這個部會 這個問題未來會怎麼解決 我們在組隊方面 我們會成立一個專責的防衛動員署 那部隊方面 我們原來有7個部隊 我們經過這次改革 我們增加為12個後備率 所以後備部隊的戰力是越來越強 那也關於訓練 我們原來兩人訓 不到7天 現在改成一年訓 一次就是14天 訓量從原來的12萬人 會增加到26萬人的訓量 那這些訓練機構 都在建制規劃當中 我們依序來推動 謝謝 5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